上次的進度好像就是這樣子而已 順便提一下就是第四個講義 上次貼的講義裡面有的是Joint Leveling 我不知道這版還有沒有 就是關節的標籤 這邊我看一下這版還有沒有 Joint Leveling 還有咧 所以它是Skeleton 關節 要切到rigging 骨架控制器 Skeleton 是關節的意思 然後這邊Joint Leveling 是對關節加標籤 所以看你要不要加標籤 我甚至都沒加啦 你可以比如說show all label 然後這都是沒有加標籤的 還有all label 那比如說你要加個標籤show all label 我現在可能比如說我在這邊選 然後因為其實我沒有取名字 那其實這邊還有一個指定什麼 label based on join name 所以它這邊可以直接就 幫你加標籤 不過這個標籤還蠻有趣的喔 好像有些地方 它不支援喔 我命名沒有照它的它就不支援 所以我現在先 undo回去 那另外呢我現在選到這裡以後呢 add join label 然後可能這個是左邊的臀部 所以應該是 這個 left 來試試看喔 left 好所以多加left 然後再來 這一根應該是 heap 所以就變 heap label 喔 那下面全部幫我命名完耶 喔好 反正這個平常沒在用啦 那我現在 undo回去喔 就是跟你講有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其實還支援一個地方喔 就是 這邊 它主要是支援這個 human body ik喔 就是這個 human ik喔 它主要是支援這個東西啦 就是你命名對以後 它可以直接轉成human ik喔 那human ik 老實說就是 key起來 就覺得有點問題喔 不過我發現還是蠻多地方用這個在key喔 某些公司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用喔 只是human ik 嗯 你還是會發現大部分的大公司還是都是自己嫁啦 那如果說真的是硬要用一個什麼東西去嫁 不是 就是說不想要省時間的話 目前大公司的那個主流 就是不是主要的主角 可能會用這種 路人 ABC好了 他可能會用這個 Advanced Skeleton Advanced Skeleton OK Advanced Skeleton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是可以 用這個Advanced Skeleton去弄喔 因為像台灣 比如說像夢想好了 他們也是 很多那種路人都是用這個喔 那主角會用這個嗎 我就不太確定喔 我把它貼到社團裡面去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Mtrol V貼上 哎呦 算了 現在好像有點難貼 完全再貼好了 那現在回來喔 回到這邊來 我們現在要看那個講義的第五部分喔 講義的第五部分呢 呃 我們現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要畫那個 控制器喔 那控制器呢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用那個 裡面有一個叫 Control Curve URL 它是一個外掛 它是一個Malescript Malescript是 M是代表Maya E是代表Embedded L是代表Language 所以你也可以用那個 我剛剛說的那個東西去 直接創造出控制器來 然後這個控制器的裝法是 下載怎麼這麼久啊 這個應該是可以直接下來 太慢了 好 算了這麼慢 我們就先往下講好了 因為它下載實在太慢了 所以我們先講這個 直接自己畫 好 我們等一下呢 要畫這個控制器的時候 這個是之前講過 就是那個線怎麼畫嘛 好 那總而言之 我們現在 哇這個還有貝茲曲線 Bezier Curve Ctrl加滑鼠左鍵 Reset Tangent Handle Ctrl加 Shift加滑鼠左鍵 封閉曲線 Delete Bezier Control 好 試試看吧 表面就是那個樣子 我來看看貝茲曲線 因為之前的其他曲線講過嘛 到這邊來 Create Create 曲線 那曲線其實你也可以在 Illustrator畫 畫完了丟進來 其實可以 3D軟體全部都支援 並那個 Illustrator 但是版本可能不見得 要可以支援到最新 我試試看 Ctrl Ctrl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再Ctrl Shift點點看喔 它這樣就封閉了 反正畫好玩的 因為我們也沒打算用這個畫 那再來呢 我看一下 這邊剛剛到底下完了沒 下完了沒 下完了沒 還在跑 喔繼續喔 原來是這裡有個繼續 我沒有按到 不過這速度有點不太正常 太慢了 這邊是在講說你可以用Illustrator揮進來 那Illustrator揮進來 其實可以直接做3D的Logo標籤 這個你們應該不知道 剛才做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你們知道那個Illustrator的Object嗎 應該是不知道吧 在這邊 這邊呢有一個Illustrator的Object 所以可能比如說我像在這裡啊 如果我要做控制器 我可以在Illustrator畫 先到這裡來 Illustrator 欸沒有Illustrator喔 2020 謝謝謝謝 到現在還沒下來 太扯了吧 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下不來啊 欸出來了 不懂 不懂 桌面 存檔 好 這個我先簡單做一次給你看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玩的 新增 建立 OK 然後我們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Simple可以用 Simple在哪裡啊 啊 算了直接畫 好 這邊我用 這裡 稍微調一下 它的Tangent OK 這邊呢現在要另存新檔 存 文件 Maya Project 這個應該是 SourceImage吧 然後名字亂取 Hot H-D-A-R-T 存檔 存一個古老的版本 CS6 好就確定 確定 然後這個時候回到Maya 我們現在幾個測試 第一個直接會入 Illustrator 檔 放到 source image 裡面去了 我最近選 heart 所以 heart 跑去哪裡了 transform 它有灰燼來嗎 感覺沒有 再一次好了 file import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會的進來 除非 group 根本沒東西 還是 太奇怪了 我看一下 C RGB save 轉存 螢幕使用 另存 新檔 heart 存 更古老好了 3 奇怪有這麼誇張嗎 我開一個新檔好了 file import 欸 有耶 這到底是在哪裡啊 原來是在外面的地方 然後你按 1 2 3 你可以看到三種不同的解析度 再來呢我先把它刪掉 這邊呢 這次改用這個 Illustrator object 選它 然後再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在 Attribute Editor 裡面呢 它可以調很多東西 它這個叫 Bevel Plus 然後這邊可以調它的 Bevel Width Bevel Depth 還有 It's True Distance 所以 然後再來它的 Bevel的形式也可以改 你可以把它拉開來看 這邊會有一個 Illustrator for Bevel 這個檔案可以隨時 就是你 Illustrator 這邊畫了 以後這邊 Reload 就可以直接改 比如說我這邊 我故意把 我故意把這個 等一下 Ctrl Z回去 我這邊選 中間的點好了 稍微 拉高一點 這個再拉高一點 好 故意稍微隨便亂改一下 這邊儲存 確定 好 這邊呢 Reload 你看它就改了 所以它可以直接就連動 然後再來呢 是它這個 Bevel 的形式 可以亂改 是在 Bevel Plus 嗎 我看一下 因為它會有個 Alter Bevel 跟 Inner Bevel 然後它的 Bevel 的形式是可以改的 然後在這邊 Straight Out 你可以改成 有沒有 那我現在可能這個 Bevel 有點太明顯了 有沒有 可以這樣改 所以它的 Alter Bevel Plus 然後 Inner Inner Bevel Plus 可是因為中間沒有動 所以你現在只有外面可以改 所以這個 反正這是一個蠻不錯的東西 我覺得 很方便 你要做一身什麼招牌啊 什麼都還蠻方便的 OK 好 先到這裡好了 因為我覺得好像講太久了 畫面先還給你啊 OK OK